不一定是 亲 亲 亲姐弟 冯小姐的身世 全部都在这里面了 你先说说吧 冯小姐和她的母亲 当年只赶了一天路 白天出发 晚上到达 如果按照距离 和时间来推算的话 那他们出发的地点 应该是 郭家镇和大容镇 在这两个镇上 有二十多个女性满足条件 死了的有八个 其中三个 是生孩子的时候死的 剩下五个是病死的 这些人的坟 我也全部都找到了 冯小姐说她的母亲姓白 但是在这些人里 并没有姓白的 这么说 这条线就这么断了 也不是 在大容镇上 有一户姓钱的人家 这家的男人 丧偶之后 又娶了个寡妇 这寡妇进门的时候 就带了个女儿 这寡妇的前夫姓白 可这个女儿 因为从小就长在了钱家 所以街坊邻居们 都叫她钱大姑娘 这个女儿长大之后 就嫁到了郭家镇 后又生育了一儿一女 其实之前 我也查过这个钱大姑娘 说她是嫁到夫家之后 病死的 整个事件最巧的就是 钱大姑娘病死的时间 是二十一年前的 腊月 和冯小姐的母亲遇害时间 完全对上了 那这钱家还有什么人 这钱家的老两口 都在当年的瘟疫中死了 只剩一个小女儿 可这小女儿 后来嫁了人 就去了广州 她母亲和姐姐出事的时候 她也没来得及赶回来 只是 记者说下去 只是 这钱二姑娘她说 她姐姐嫁的 是 郭家镇的 荣家 她还翻出张照片 说 照片上的人 就是她的姐姐和姐夫 她 大少爷 指不定 这人是您的远房亲戚呢 也许这是您的叔伯 您和冯小姐 也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吗 我问你话呢 不一定是吗 我问你话呢 你再说一遍 也不一定是吗 不 不一定是 亲 亲 亲姐 弟 嗯 9 9 9 10 0 aczy 8